大概有步驟 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可以用录制聚集的 还记得吧 开发人员里面录制聚集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以后输入一个关键字 它自动帮我把结果显示出来 要怎么做 录制聚集 这边的话你可以查询 然后按个确定 先取消一下 有不要先放外面 因为我等一下可能要先点这边一下 所以有不要放外面 点进去这个动作才会被录 插一个动作好像也会有问题 所以有不要放外面 然后我就什么 这边就是查询 然后按个确定 然后接下来就是 1点这边一下 2再到资料里面的筛选 做什么呢 把这边点下去之后 输入一个包含 然后我刚刚是随便输入一个人 好了 这个人 OK 然后按个确定 它就显示出来了 那我当然的话呢 就是录制完之后 把开发人员停止一下 这样就OK了 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 把它恢复好了 就是取就是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就是现在现在是只有两个嘛 对我要把它恢复 所以恢复的话呢 我怎么恢复呢 一样在这个状态下 录制聚集 可能就是输入一个什么 输入一个回复好了 OK 这样子 好假设 好那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就是资料里面 把这个筛选按下去 它就恢复了 那恢复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停止录制 那所以我就录制了两个 一个是查询 一个是恢复 恢复OK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可是我想查别的字啊 那可是现在只有人 那我如果要查别人办 所以接下来呢 你录制好之后 请注意哦 一样聚集里面 查询哦 把它按个编辑 意思就是说怎么 在帮我录制的聚集里面 做一个修改 修改什么地方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哦 各位没有发现 我每一次都是针对这个人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什么 把它变成一个 关键字查询 那怎么样可以变关键字查询 接下来就是什么 我先把它 这上面注解把它拿掉 这没必要 假设我今天多一个X 这X是一个变数 自己取的一个名称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这边用一个叫 Input Box Input Box 它会跳出一个 讯息方块 然后呢 也许我就是 请输入关键字 这样好了 OK哦 然后 记得前后一定要加双引号 表示说它跳出来东西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把它执行的话 它会跳出这个东西 请输入关键字 OK哦 类似这样子 把它取消一下 然后呢 再来就是加一加这一行 应该没问题哦 然后二的话呢 还是把它恢复一下 因为这边跑了 二的话 因为可是这个X呢 它必须呢 变更这个 因为它现在 如果你不变更它的话 它永远都查人 所以第二步骤的话 就是把使用者给你的这个字 有没有 X 放X里面 二的话呢 把它放到你之前固定的这个人 那特别之后 这个改法 因为它里面是一个完整的字串 那我要把X放进去的话 记得哦 一 请你先选取人 二呢 双引号双引号 两个 移到中间 再加and 两个 再把X放进去 接下来呢 把那个空白的部分哦 就是and前后要加空白 意思就是说 它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字串 我现在把它切成两 切成两边呢 这边一边 这边一边 然后中间放一个X 中间呢 再用and串接在一起 不过这个可能对没写过程式的 可能会有障碍 但是对好像一年级同学 应该比较没有障碍吧 一年级 有没有之前我们写过很多这种 应该没问题了 好 那写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哦 最后的话呢 当然特别之后就改这个 跟改这个地方哦 当然我等一下我把照片 我把那个画面 把它拍照放在 那个 就是云端上面 那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 针对这两个 我去做什么 插入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叫做查询 OK 然后呢 把这个放进来 复制一下 贴到底下 这边的话呢 让它恢复 恢复 反正这个名称的话 这个可以斟酌了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查询 如果要查 什么 有没有什么事 负好了 这里面也提到父亲 我觉得到底那个 因为你会发现三四经很常提到 爸爸应该做什么 老师应该做什么 小孩应该做什么 他其实很重视就是你 到你的身份就该做你该做的事情 所以你爸爸应该做什么呢 按个确定 有没有 父之过 应该是 儿子犯错 应该爸爸有错 所以我儿子要管好 父子亲 爸爸跟儿子 是不是 父儿生 这什么 不过前后文可能要找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父子恩 选父母 OK 所以这边的话 总共会查出几个 另外的话 可是你会发现 有一个问题 奇怪 我的按钮为什么 变成这样子 所以特别注意 把它恢复 变成没有 恢复又回来了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能够 不让它变形的话 记得最后要做什么 按右键 在这边点左键 按右键 这个叫物键格式 物键格式里面的话 有一个叫什么 摘要资讯 大小位置不随 储存个改变 这再查一下 他查什么 妈妈要做什么 OK 按确定 妈妈只有两个 所以 所以中国是父权社会 应该没有错 爸爸好像比较 多出现 妈妈只有 习孟母 显父母 OK 提到孟母 OK 孟母三 恢复 查询 查什么 查叫 叫应该比较多 确定 有没有 所以一样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什么 成语查询系统 很快 也是一样 恢复一下 OK 所以应该没问题吧 我再把重点 叙述一 开发年录制聚集 录了几个动作 请各位自己在 有没有 游标一定放外面 放这边 然后资料的筛选 OK 然后打一个 也许打一个包含的人 这边有 打一个什么 包含 人 打上去 按确定 二的话 把它恢复 所以最后的话 那我修改的地方的话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 有两个地方 一 这个 二 其实就双引号 把那个人的地方 改成这个 其他都没改 就完工了 所以你会发现 多了这东西 感觉应该就不一样了 OK 查询系统马上做出来了 该够简单的吧 我想应该也没有 比这更简单的 程式也没几行嘛 但是效用待不待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只是说 可能将来前后文 所以你要怎么样反映前后文 这个可能你就是在 编排 也许 栏数上面 多几栏 你就可以看到前后文 但是前后文 你如果看到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你要怎么样刚好 所以这个有时候编排 可能就是你要考虑的点 比较多 那请各位 就 自己再去变化一下 反正尽量的话 查询系统越贴心越好 一个系统本来就是 要顾虑到每个人的使用 使用的方便性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待会也会把 我做的这个查询的动作的画面 放在云端给各位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最后的话呢 会多一个所谓的 查询系统 那这个查询呢 就两个一个查询一个回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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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